初夏的上海特别适合City Walk 在老城区里面走一走 真的感觉特别好 因为那种老式的街路 和老式的建筑上面 会有很多绿色存在 而这种绿简直是绿的吓人 你比方说永家路太原路口的这个房子 这个城堡一样的房子 就被爬山湖整个的覆盖了 而这个建业里这样的一个宾馆 它的这个外墙的爬山湖绿植 也是非常的密密麻麻 我曾经去这个斯南路斯南公馆那边 也是同样的整墙整墙的爬山湖 绿意盎然 在这些面前拍个照 确实是很不错的 而这些建筑物上面爬满爬山湖 让居民得到的不是觉得不方便 而是很安心 因为爬山湖一层一层 它像螃蟹一样抓住了这个外墙 对于这个整个建筑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现在的这个现代建筑 很多高层超高层 是不可能有这些生命力在上面的 都是一些死板的这个木墙啊 强烈的光线啊 所以在上海的老城区里面 做city walk 一定要在这个季节 因为这个季节才能够看到 这么养眼 这么喜眼的绿色 对于这个季节